由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和欧洲太空总署共同管理的哈勃太空望远镜 最近拍摄到两个螺旋星系几乎重叠的图片 看起来像是太空中一只巨大的蜗牛ESA 于9月5日在网站上公布了这张图片图片中 两个看似重叠的星系分别是SDSSJ115331和LIDA2073461 它们距离地球超过10亿光年 尽管这两个星系看起来像是重叠 但它们实际上并没有发生交互作用 就像海上远近不同的两艘船交汇一样 并没有发生碰撞 这张图片是由哈勃太空望远镜所取得的众多精彩图片之一 SDSSJ115331和LIDA2073461 这两个星系并没有发生交互作用 但哈勃太空望远镜先前曾拍摄过星系正在发生交互作用的许多图片 以下面这张于2021年10月4日公布的图片为例 它呈现出两个星系正纠缠在一起 哈勃太空望远镜拍到NGC5953和NGC5954两个星系正在发生交互作用 这两个星系距离地球超过一亿光年 它们合称R91 但有各自的名字在图片下方 看起来比较明亮的星系被称为NGC5953 而在右上方的软圆形星系则是NGC5954 NGC5953和NGC5954都是螺旋星系 但因为拍摄角度的关系 它们的形状看起来很不一样 R91是星系之间发生交互作用的一个特别鲜明的例子 NGC5954很明显地被拉往NGC5953 它看起来像是把一条螺旋臂往下伸展 这两个星系之所以会发生交互作用 是因为它们之间存在着强大的引力 像这样发生在星系之间的重力作用很常见 这是星系演化的一个重要因素 现今的大多数天文学家都相信 这种螺旋星系之间的碰撞 会导致另一种星系类型的出现 也就是椭圆星系 然而像这样充满能量的大型碰撞 会持续几亿年 因此在我们的一生中 我们不会看到RV91的外观出现任何变化